完全不要被冰這個東西限制住 你吃冰你也不會經痛 你幹嘛不吃 怎麼連中醫師都會說中 所以要由中醫來說比較有說服力 因為中醫也是這樣認為 他看體質的 你是寒性體質 你本來就怕冷 本來就不吃冰的人 那你更不會在月經期間吃冰 那現代人燥熱太多 而且補品太容易取得了 平常都是一些暖男都是補品 他不會給你吃冰水什麼的 所以平常可能就吃得不夠冷 所以我覺得適度 不用因為說月經期間吃到一點冰 就覺得很擔心 但是不用 可是像大家講 我之前生理期來的時候 我老公真的會記得 大概幾個前後的都是蠻準時的 然後他在我生理期來的時候 他都會買巧克力 或是紅豆湯 然後他會先幫你準備好 因為有時候他先去上班 我還在睡覺 然後上面有時候 巧克力上面還會貼小紙條 結果生完小孩之後 我就第一次頭很痛的時候 我說老公我頭真的好痛 然後你可以幫我照顧一下女兒 我想要進房間休息一下 我的願望這麼小耶 他就拿止痛藥給我說 那妳就吃個止痛藥啊 吃完就沒事了啊 有那麼嚴重嗎 他就差別在於差很大 是不是很慘 第一次 身前生後差很大 真的還蠻慘的 真的真的有 真的 生前生後差很多耶 生前生後 生後怎麼了 生前生後差很多 是不是很慘 自己撕 沒的比較也就算了 有的比較就更慘 對不對 今天為什麼要上這一集耶 怎樣 有什麼事 其實我應該是一個慘座貼不到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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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不會嗎 你講的 你講的 我跟妳講 因為我之前上早班 其實四點半 早上四點半都起來 然後去上班 然後房東都會比我早起來 就生理期的時候 然後比我早起來之後 他會先去泡那個熱巧克力牛奶 然後四點半都會說 就是 然後就是 然後就衝上我們 就衝對妳這樣 然後 妳老公真的好gay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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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連這句話都出來 妳這一刻 因為她的招數感太多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說 妳是不是對每一個女朋友 都是這樣 是 妳看看 是不是 對 然後她有說 沒有 之前都是過課之後 對妳才是真心 這樣 甜甜的 然後如果我夜班的話 她就是會 因為我夜班 是要到半夜1點鐘收播 然後她來接我 可是她其實不是1點才來接我 她其實是下班 大概7點多的時候 她就會先來陪我吃晚餐 不是 她先去送我別人 才去接妳 對 妳要吃了 妳要吃了 真愛 真愛 然後她就會 吃完晚餐之後 她會帶我去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的 然後她就會覺得說 生理期就一定要讓我吃甜的 會帶我去吃一個燒仙草啦 或是熱的甜湯 然後就完之後呢 她還會在我的辦公室裡面陪我 就是上班 所以我可能要看稿啊 然後等一下要準備 欸 她是在錄錯集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也不要見不得人好 你們自己一個人拿一個 我在講的時候 後面見多 拿來啊 然後因為我們公司的同事 大家都知道說 就是我老公還滿誇張 其實我們兩個是連體音 然後後來就說 你們兩個是雙主婦嗎 我們就 我們工資賺到了 因為就請妳一個人 然後還有馬醫送一點 哇 真的 真的 我還是要做她一個坦 我還是要做她一個坦 我跟你說 現在還是不一樣好不好 那現在她還會那麼體貼嗎 她現在還會那麼體貼嗎 她現在還是很體貼 她現在還是很體貼 喔 真的喔 她就因為會在附近煮飯 然後幹嘛的 哎呀 那我們要問一下中醫師 是不是妳老公會煮飯給妳 煮飯 從來沒煮飯 喔 那妳 沒有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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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有禮貌的小孩 沒有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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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醫師像這些方法是OK的嗎 就是紅豆湯啊 或是那個草莓冰淇淋啊 對呀 甜點啊 我這個展幫Sindy貼了 因為老公體貼 可是燒仙草是涼的 燒仙草 對 它是燒仙草 沒那麼涼 但是記得它屬性還是涼的 所以如果妳在經期吃冰 會公縮或筋量變少 真是頭痛的 還是不建議吃燒仙草 但紅豆它是溫熱就可以 那其他像什麼 桂圓啦 紅棗都是比較熱性的 對 但是像什麼南瓜 胡桃或是芝麻糊 其實都可以的 對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 這邊好像沒有聽過 就是會幫妳按摩的有沒有 有 有 那它都按哪裡 我老公啊 他通常都是按我的腰 因為那個MCA 或是我這樣懷孕的時候 真的腰會很不舒服 他就每根只按摩而已喔 只有按摩嘛 唇按摩 對 所以妳們家的按摩是怎麼樣子 對 妳跟我講一下 怎麼是要唇的嗎 我說按摩就是這樣子 三年生蛋糕啊 對啦 對啦 妳腰還是少按摩 對 就是真的只有按摩腰這樣子 是嗎 就是按摩腰 然後 除非我特別想加腰椅子 其他 這不太好 所以我 我想要講的是 女生在驚奇不舒服的時候 我是特別建議 身邊的另一半 不管是男朋友或老公 可以幫忙按按腳趾頭 哦 腳趾頭 這是什麼 因為自己按不到嘛 對 可是有人幫妳服務 幫妳按個腳趾頭 幫妳泡泡熱水 而且終於講 乾提升的肌肉 都在內懷上四指的位置 所以有人幫妳把這邊 就是加強循環 那妳的子宮就不會收縮這麼厲害 妳那是真愛耶 會幫妳按腳趾頭 對 按腳趾頭 對 前提是 必須是老公或男朋友這樣子 哦 哦 我每次來妳 嫁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給我老公一些暗示 我說老公 哎呀好痠喔 腿好脹啊 老公說 樓下樓下就是無神父啊 你去啊 無神父 他也算很貼心 因為妳比較專業 對啊 如果暗不好暗痛他 那我會捨不得嗎 我覺得 哪有 但是剛剛是生理期 但是呢 現在我們現場有兩位 懷孕的女士對不對 其實懷孕的時候那個 脾氣或者是那個 周期會更不舒服 更需要老公所善的照顧 那我之前啊 還沒有懷孕的時候 我有一次發燒 喉嚨痛 咳嗽 我就想說 請老公去幫我買那個 現炸的柳橙枝 想說補充一下維他 那些 因為會比較快行對不對 結果他回來之後 現炸的柳橙枝 竟然加了半杯的冰塊 哎呀 我想說 我都已經在發燒了耶 發燒就想說 老婆因為妳發燒 所以我請她 特別請她 加了半杯的冰塊 想說妳可以這樣 我覺得國外是什麼樣子耶 我想說 這就是趁妳冰要妳命的概念 天 快幫我貼 快貼 來來來來 我來幫我貼 我來幫我貼 是不是 很可憐很可憐 對 然後呢 很可憐很可憐 發現外國人 根本沒有這種概念 就是不知道 再K一個 不知道 不知道感冒發燒 是不能吃冰的 那這也就算了 我現在不是懷孕嗎 懷孕不就是肚子一個孩兒三把火 是 然後那天我就跟她講說 老公我好想要喝西 西瓜汁 喔 然後就請她去買對不對 買回來西瓜汁 我一喝 大肚 也太難喝了吧 常溫的西瓜汁 你買回來 尤其現在夏天又熱熱了 對 這個很好聽 妳為什麼買常溫的 她會 我常溫的還 多了二十塊錢耶 嗯 妳不是說 生病的人不能加冰 要去冰嗎 欸對啊 我說 肚子裡 這是妳親生的孩子耶 她是病菌耶 我她為什麼是生病 再貼三個 快點快點 我真的都給妳 真的 真的都給妳 是青生孩子 妳當她是細菌嗎 不過其實 懷孕的時候 新鮮不是冷的可以喝嗎 可以喝啊 可以喝 可以喝 可以阿 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常問了誰喝得下去 如果發酵的時候 喝冰柳橙汁也可以 哎呀 她說什麼 她說喝冰柳橙汁也可以發酵的時候 那那拿一個條 那拿一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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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 妳現在說對不起 先說對不起 先道歉 先道歉 好可憐 好可憐 懷孕有西瓜汁是已經 喝已經不錯了 懷孕就只有水喝味 懷孕只要有任何的不舒服 腰酸 老公說 妳喝點熱水吧 老公我腿好脹 妳喝點熱水吧 老公我都好痛 妳喝點水啊 老公我都好痛 老公妳都把我當花羊了 妳都做得好 好奇怪啊 而且我覺得我懷孕的時候 整個運氣都非常不舒服 懷孕六個月的時候 還在美麗花昏倒叫修火車 哇 為什麼 就是不舒服 然後覺得醫生可能說我的血管 那個血管太細了 然後加上那個子宮沖醒 可能就心這樣回血 然後我今天那天中午 然後美麗花用餐時間 然後我本來要去上廁所 後來我走了一半 覺得不行太遙遠了 我走不過去 然後一回頭 我老公回來了 然後我就用了最後的那個意志力 我當時已經 模糊了 然後我就搖搖晃晃走 老公跟前 我說老公 我又婚了